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一個線性規劃問題的可行解區域 是這個區域 正八邊形 包括邊界跟裡面這些 那麼他說現在有個目標函數是 -X加VY 那他的最大值 只發生在H點 那麼他說另外一個目標函數 這個目標函數 它最大值發生在哪裡 首先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他說這個函數 它最大值發生在H點 那H點這裡的話 我們知道可行解區是這個區域 就是說你一個什麼 你如果這邊這個是常數的話 這是一條直線 這直線的話 要往這邊移動 往這邊移動代表它X方向 Y方向也是往互方向移動 Y方向也是往互方向移動的話 它的值就會越來越大 也就是說當你X越來越小的時候 這個值就越來越大 那代表這A它是 它是什麼呢 這個如果越來越小的話 那這個值就越來越大 代表A它是大贏的 越負負得正 這個越來越小的話 這整個值的話 越來越大 代表這個A是正的 然後Y的話 它越來越小的話 這個值的話 越來越大 代表B是負的 也就是說A它是大贏的 那B的話 它是小贏的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看 那這個的話 它越來越大的話 它到底是 就是說最後它會碰到這一點 最後碰到這一點的話 所以 它這個直線那個協力的話 它一定是介於 這個協力跟這個協力之間的 如果它的值 它這個如果令它等於0 這個協力 如果等於0的話 它這樣下來的話 會同時碰到這些點 如果它的協力等於1的話 這樣下來的話 它會同時碰到這些點 這個協力是負1 為什麼我知道這個協力負1 因為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45度 為什麼這個45度 因為這個正八邊形 正八邊形 八個外角合等於360度 八個外角合 假設一個角度是 一個什麼西達的話 因為它正八邊形 所以每個外角都一樣 八西達這個是等於360度 所以西達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45度 我把它處理4的話 這是90 90再處理6的話 剛好40度 所以這協力是等於負1 也就是說 這個直線 就是說你令它等於常駐的時候 這條直線 它的協力M 它是介於 介於0 跟什麼 跟那個負1之間 這協力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 那個b分之a 好 那現在呢 現在的話 我們再來看這個 這個的話 它這個因為 b是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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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的話呢 a它是大0 我們看 b小0的話 當x越越小的話 這個子越來越大 也就是說 它這條直線的話 往這邊移動的時候 它是越來越大的 那現在問題是說 它是先碰到哪幾點 到底是先碰到它 還是先碰到它 那我們就看看什麼呢 看看這個的協力 我們知道說 這個協力M' 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那個 a分之b a分之b 剛好是它的導數 我把這個導數倒過來以後 m' 它是小的話 小於這個導數 負1 大以後 這個可以把它看成是負0 大以後 把它倒過來變成負無窮大 也就是說它協力的話 是介於什麼 介於負1 跟無窮大之間 也就是說它協力的話 比它什麼呢 比它呢 這個還要小 也就這樣子 那這樣子過來的時候的話 這協力是負1嘛 那這協力給它小的話 代表更陡 因為它是負的嘛 更陡的 這些代表更陡 那這種過來的話 它是先碰到h 碰完以後的話 再碰到g 所以g是最後被碰到的 所以這題 答案應該是g 答案應該是g 先碰到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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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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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